好 大家好 消息又來了 柯文哲擔任台北市長期間 曾經推行U-Bike前三十分鐘免費 後來改為使用者付費 但是現在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宣布了 二二八開始再次回歸到前三十分鐘免費 雖然能夠省錢 但是民眾擔心以後會不會更難搶 只要一卡在手就能輕鬆租借 U-Bike是不少學生上班族的通勤選擇 而台北市政府也宣布好消息 二月二十八號開始 租借U-Bike前三十分鐘免費 有免費就挺不錯的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至少可以那個比較方便 如果是尖峰時段的話 這邊基本上都是沒有車 就原本就是會沒車 雖然租借優惠可以讓小資族省荷包 不過熱門站點在上下班時間 經常一車難求 也讓民眾擔心未來回復前三十分鐘免費 會不會讓U-Bike更難搶 科技大樓 中山 國中等捷運站附近 辦公大樓多 成為U-Bike的熱門站點 卻也有可能成為搶不到腳踏車的重災區 台北市交通局也提出應對方案 除了增加車輛 還會隨時監控站點借車率 只要車輛過少就會及時補上 在這個月都會馬上增加2000輛 今年總共預計會增加6000輛 鼓勵大家都使用沒有碳的依據 只要在台北市借的車 都有可以享受這樣的一個優惠 未來只要在台北市借車 就算跨區騎去新北市 30分鐘內還車通通免費 替U-Bike使用者增加生活小確幸 記者南京發令與拉特報道